本期我们分享的是关羽和赵云的绝北道 公元228年春 诸葛亮写下明阳千古的初诗表 也掀起了蜀汉北伐中原的序幕 这一年长山赵子龙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巅峰之战 先于蜀汉北伐的主力部队 赵云引领一支精锐部队 由邪谷道出兵占据击鼓 直逼大汉王朝的旧都长安 很可惜这段精彩的历史在三国志中被故意抹去了 并没有记载 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蜀国被灭之后 所有的历史档案都被抹去 而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是以魏晋正统的史书 自然就要维护魏晋集团众臣们的名声与历史地位 这可以说是唯尊者会 也可以说是春秋笔法 譬如武圣关羽万军之中去炎梁首级的事迹可以大书特书 但是其风神级的操作绝北道吊打一群曹魏名将的事迹就在关羽本传中被完全抹去了 没办法 关羽长一系列的花式吊打 这哪里是在打魏军的屁股呀 这明明是在打一大批魏晋众臣们的脸 不过历史虽然可以掩盖 但是却不能被完全的抹杀 赤壁之战 曹操惨败之后 曹魏军事集团的二号人物曹仁 被周瑜刘备联军包围于江陵 曹操先后派遣蛮宠徐黄李通越进文聘 邓一众名将率部前往救援 随意与负责绝北道的关羽教授 三国志李通传记载 关羽绝北道李通率众积之 下马拔路脚入围且战且前以赢人军 三国志徐黄传记载 徐黄与蛮宠讨关羽于江金 与曹仁及周瑜于江陵 三国志文聘传记载 文聘与越进讨关羽于巡口 右攻与资重于汉金 烧其船于京城 三国志越进传记载 越进流屯襄阳及关羽苏飞等 接走之 三国志上记载的是曹魏名将们 纷纷击败了相羽 但就像史书上 连曹操在赤壁被击败都没敢说 这一战的真实情况 是在关羽的绝北道狙击之下 援军和物资都没有 送进南郡 最终曹仁不得不撤退 曹操放弃了对荆州的控制权 毕竟真要是像三国志记载的那样 但凡有一个人真的打跑了关羽 曹操也不至于不停召集名将们来搞车轮战 然后再灰溜溜的撤退 而凭借着关羽的绝北道切断了曹魏主力与荆州的联系 周流联军不仅得以拿下荆州中心的南郡 刘备的主力部队还趁机攻占了荆南四郡 这位漂泊了半生的草根皇叔 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此后关羽的传奇还不断继续 这支精锐的骑袭队更是一路直逼晚落 围攻洛阳和樊城 最后以一己之力 立刻曹魏欺君 威震华夏 打得老朋友曹操差点迁都 因此对于被名将全欧的关羽来说 名义上的胜负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拖住曹魏的主力 给刘备攻略京南 巴蜀和汉中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有了二爷孤身一人的绝北道 大哥才能依仗绝对的名将 与兵力优势 收复荆州 得蜀望龙 击败曹操 建立蜀汉八业 实现汉王朝的伟大复兴 只不过 历史永远是胜利者书写的 曹人是曹操军事集团的二号人物 满宠是官制三宫的太尉 西晃叶晋 都是魏国的五子梁将 李通是魏晋体系内的大门阀 文聘也是从事于曹操妙庭的实力派 因此 陈寿只能写关羽的魏震华夏 但是不能写关羽是如何把这些老爷们 按在地上摩擦 唯一能写的高级将领于尽 是因为他晚节不保 投降了曹操 政治势力全部完蛋 类似夏侯元的儿子夏侯爸降暑 导致夏侯元的史书地位大幅下降 至于另一个被关羽斩首的庞德 一方面他宁死不屈 本就是魏晋的宣传口径 另一方面 他的儿子追随中会入属 然后也就凉凉了 丧失了政治传承 也就不用避讳了 好了 看了绝北道威震华夏的关羽 我们再来看第一次北伐时期 赵云的那场绝北道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 面对的是曹瑞的御驾亲征 曹魏一方自然是名将如云 但是史书上 曹魏这边除了记录总指挥曹真之外 高级将领只记载了击溃了马速的张河 其他人仿佛都失踪了 这是为什么呢 研究历史不能指上谈兵 最起码得有一张地图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 主力部队是沿着汉水出奇山 攻击陨西诸郡 而先期出发的赵云部则出击鼓直抵未睡 逼近长安门户的梅 史书上只会记载诸葛亮的这次北伐 前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隆西各郡纷纷向蜀汉投降 曹魏驻军的郭怀部纷纷撤退 但是并没有写曹魏的中央军 为什么仿佛千里持援李天侠一般蹲在梅不动 做事隆西诸郡逐一陷落 其实原因很简单 曹真的龙西陷落跟当年曹仁的南郡陷落类似 援军被赵云部绝北到了 曹魏一方虽有大将军曹真坐镇 以及曹锐的御甲亲征 把各路名将和中央军都带来了 总战力上是诸葛亮的数倍 但是由于赵云这支精锐部队插在曹魏的心脏位置 曹魏的主力部队也都被堵在了长安道梅这一线难以腾挪 这使得蜀汉一方总兵力虽然处于极大的劣势 但诸葛亮经略隆西时 却在局部战场取得了绝对优势 得以一路摧枯拉朽 各州县望风而降 不要觉得这是异想天开 从地图上能清晰的看出来 面对没有水军的蜀汉部队 曹魏完全刻意仰仗卫水的运输能力 随时将中央军投送到接亭马苏部的身后 对跨过卫水攻略隆袭的诸葛亮军团 来一个拦腰斩断 而诸葛亮敢于让马苏率领大军远征接亭去堵口子 不怕曹魏的中央军逆卫水而上 向来赵云所部已经把陈仓到梅一线 瞧得底朝天了 曹魏的水上补给县已经不安全 张河只能绕圆走接亭山路 事后也能看得出来 第一次北伐失败后 蜀军各部损失严重 赵云所部不仅没有什么损失 还截略了不少曹魏的物资 而曹魏一方后续也没有把防御重点 放在诸葛亮出兵的骑山 却是让好少重兵防守赵云袭扰的陈仓 而且随着赵云去世 诸葛亮后续的四次北伐 再也搞不出绝北道的分兵战术 连部队也不敢远过渭水以北 战略上的受制 使得蜀汉只能打出战术优势 战略上却一直被动 只能跟曹魏拼消耗 所以呢 这就是关羽 这就是赵云 这就是王牌部队的意义 他们不会像马素所部那样 打不了逆风局 他们面对战力十倍于己方的围剿 即使弹尽粮绝 也能五官六将 七进七出 杀出一条血路 让敌人们见识到什么叫做一身试胆的好儿郎 因此只要有这群打不死的超级英雄们的存在 就能吸引对手主力部队的激活 不必让我们处于弱势的时候 被迫打全面的消耗战 给主力部队赢得宝贵的战略机遇期